魏无羡一听,赶忙在他怀中扑腾着反驳道,才不是,你明明已经狠护着我了,要不是为了把我推开,你也不至于被纳树藤老妖缠上,而且,我知道你肯定能挣脱开的,只是当时我太着急了,才会一时急上头用了轨道,所以啊,蓝湛,你并非没有保护好我,不许对自己生气。 魏无羡说完,又狡黠地笑了笑,眨眨眼补充道,当然,最好也不要对我生气了。 蓝忘机拿他没办法,也跟着闷声轻笑了下,道,嗯,都听你的。 嘿嘿,魏无羡心满意足地笑着搂了搂他的腰,还故意用脑袋蹭了几下。 蓝忘机揉着他的发顶,道,只是日后再遇到这种状况,不到万不得已,不许再冲动行事。 魏无羡点头如捣蒜,连声硬道,嗯嗯嗯。 蓝忘机的指尖俯过他的眉间,想了想又沉声道,但若是你自己遇到危险时,为了自保,还是要用的。 魏无羡心软得如棉絮,他下去一大片,轻飘飘地,像被捧在白云上,抱住蓝忘机后腰的双手,缓得更紧了紧。 他声音闷闷的,脑袋埋在蓝忘机腰腹肩,嗯,我知道了。 蓝湛,你真好。 蓝忘机唇边浮现一抹若隐若现的笑意,垂眸看着魏无羡毛茸茸的发顶,由衷道,你也很好。 对了,蓝湛。 魏无羡忽然想到什么,猛地抬起头来,问道,那颗灵草,你带回来了吗? 嗯,带回来了。 蓝忘机从乾坤袋中取出一株闪着幽光的绿植,正是他们在林中寻找的那颗灵草。 魏无羡拿过灵草端向一番,摸着下巴喃喃道,这就是能稳固灵力,让我恢复记忆的灵草啊,看起来也就是一颗绿油油的草嘛。 顶多就是会发光稀奇了些,蓝忘机不置可否,魏无羡又道,那我现在就吃,看能不能马上想起来。 说着,他便要把灵草往嘴里塞,蓝忘机及时拉住他的手腕,阻止道,兄长说,要在晚上入睡前吃效果方能最佳。 魏无羡只好又放下灵草,别别嘴道,这样啊。 那好吧,反正也快天黑了。 他好想立刻恢复记忆,当回蓝湛那个名副其实的道理啊。 暮色降临,云深不知处点起了灯火。 魏无羡用过晚上后,迫不及带去沐浴回来,躺到静视的床上,还大咧咧地招呼蓝忘机道,蓝湛,我要睡了。 快给我吃那颗绿油油的草,我马上就睡着了。 蓝忘机拿他眉法子,一面被自己这个如此可爱的道理折服,一面又在心里头被魏英这般急于恢复记忆的模样所动容。 魏无羡终于如愿以偿扶下了灵草,在蓝忘机身边躺着,翻来覆去半想,却依然没有睡意。 魏英。 在他又一次翻身时,蓝忘机按住他,轻声道,没事的,魏英。 魏无羡说不上来自己是什么心情,这一觉睡过去也许就能恢复记忆了,可如今他的心智还停留在乱葬岗的时期, 不知为何对此总感觉有些躁动的不安。 他双手叠在脑后,亮亮的双眸盯着静视的天花板,道,蓝湛,明天早上起来,可能我就都能想起来了。 嗯。 蓝忘机侧着身子看他,但是为什么,我总感觉有些不安呢? 蓝忘机缓声问道,因何不安? 蓝忘机叹了叹气,说不上来,就是感觉怪怪的。 魏英,无视。 在黑暗中,蓝忘机拉下蓝忘机垫在脑袋下的手握在自己手中,食指紧扣着。 放心睡吧。 蓝忘机也侧过身子去,与他面对面对视着,借着月色和桌上未燃尽的烛火看清对方的脸庞。 蓝湛,你说,万一我还是没能想起来怎么办? 又或者,万一我想起来了一点,却又遗忘了部分的记忆。 魏英,蓝忘机伸手抚过他的脸颊,只肩在他眼瞼下来回轻浮,柔声道,无论你是否能恢复记忆,会不会遗忘了什么,都无妨。 那要是,我一直都想不起来呢? 这是魏无限前段日子一直想问,但又没能说出口的问题。 眼下借着这个时机,他终于能问蓝忘机,万一自己的记忆一直停留于此,当不回那个拥有完整记忆的寒光君道旅,可怎么办? 蓝忘机眸光明亮,异常坚定道,想不起来也无妨。 魏无限又问,即便我没有了我们之间相爱的记忆,也无妨吗? 无妨。 蓝忘机的手拨了拨他耳后的发丝,诞生道,魏英,你就是你,有无记忆都是你。 只要是你,便足矣。 可是这样的话,你会难过的吧? 魏无限喃喃道,他分明记得,上回蓝忘机喝醉后时流露出来的忧伤与难过, 光是回想一下当时蓝忘机的神情,魏无限便感觉自己也要跟着心痛起来了。 命定之人,总会相爱的。 蓝忘机低词的声音在黑夜里显得格外动听,魏无限的眼某猛地亮了起来,眨巴着眼睛看他。 命定之人,总会相爱。 他喃喃地重复了一遍蓝忘机的话。 一眼惊醒梦中人,魏无限是怀道,蓝湛,你说得对。 命定之人,注定会彼此相爱的。 蓝忘机轻声道,嗯。 魏无限像是想通了,豁然开朗地黑黑笑了两声,凑到蓝忘机耳边悄悄道,蓝湛,告诉你一个秘密。 嗯,其实,这段时间以来,我好像也喜欢上你了。 说完,魏无限听见了蓝忘机的一声轻笑,随即便被温热的唇瓣堵住了自己的嘴。 一记热吻结束,他羞地扭过头到另一边,闷声道,我要睡觉了。 蓝忘机将他扯回来,揉进自己怀里,嗯,晚安。 明天见,魏英。 清晨,蓝忘机如往日般准时睡醒,镜室外的天色蒙蒙亮,还泛着白晕,他睁开眼的瞬间,却惊奇地对上了魏无限的双眸。 身旁的魏无限,不知何时醒了,竟破天荒得起的这般早,歪着脑袋的模样机灵极了,流转动人的一双桃花眼镇含笑看着蓝忘机。 蓝忘机一时愣神,茫然道,魏英。 魏无限听他喊自己的名字,像是听到了什么动听的话般,笑得眉眼弯弯,眼底尽是浅犬的欣喜。 他脸颊粉扑扑的,唇边的笑意始终没停下,眸子里闪过某种异常明亮的光,美目流转间,浸满了迷恋与爱意,如此这般带着笑与蓝忘机对望。 蓝忘机忽然心念一转,仿佛这下才从睡梦中彻底苏醒过来,微微睁大了琉璃色的浅眸,压抑着心内的悸动,说出口的话却仍然带着一丝颤声。 魏英,魏英,是你吗?魏无限见状当即扑过去搂住他的脖子,亲密地贴在蓝忘机的脸旁边,灵动且明媚地笑了笑,道,是我。 蓝湛,我回来了。 蓝忘机安静注视着他,眼神极尽眷恋,满眼皆是不加掩饰的怜惜与柔情。 魏无限俏皮地眨巴着眼睛,错过去在蓝忘机唇边用力亲了亲,蓝二哥哥,想我了没。 得到的回应便是蓝忘机扣住他后脑勺用力加深的一个吻,唇齿相依见。 他们彼此交换热切的爱意,以此倾诉到不尽的情爱。 他回来了,回来与他相爱了。 不知紧紧抱着拥吻了多久,魏无限被吻得快要喘不过气来,两人才肯稍稍停下。 谁知他气息还没喘云呢,蓝忘机疏忽间又轻身附上来,眼神已然是带上了一丝情欲的意味。 魏无限按道不妙,结结巴巴道,蓝,蓝站,蓝忘机低词清亮的声音带着压抑的气息声。 不紧不慢地在魏无限耳边说着话,温热的吐气传到魏无限颈上,和蓝忘机说的话一样让他浑身一酥,耳垂也悄悄泛起了粉。 魏英,心悦你。 看着蓝忘机那副仿佛要将他吃掉的表情,魏无限深觉自己怕是要老妖不保,但在看见蓝忘机谋中的恳切,他还是动容地恨不得把全世界都给他。 二哥哥,魏无限抬起脑袋主动吻上蓝忘机的唇板,被蓝忘机拦腰搂在怀里。 唇间相依的热度点燃了浴火,角落里的香炉散发出缕缕清烟,静视的空气弥漫着暧昧缠人的气息,所有多余的言语都湮灭在情爱中。 他们心无旁骛沉浸在爱河里,极尽缠缠,极尽浅浅。 魏无限的手中拽着从蓝忘机额上扯下来的墨额,命定之人面前不必约束自我,命定之人,注定要彼此相爱。